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上的花,都是花开回味 代表生机勃勃,代表希望和生命 不过有一种花是丢借为美的 花的死亡才是为美的所在 生命不过是浮华一场 直面才是永恒常态 这个就是樱花 今次为了追樱 我特意走访了东亚三个地方 韩国,我找了老友少年食神Michael 到了2006年,荒匪了火车站 所以留下了火车头 还有这么漂亮的樱花 一场来到,我们拍一张火车头照 说清楚一点 台湾就有串嘴女作家,王迪斯 这个倒下来才看到有景滚 是啊,很漂亮 里面有一些透明的樱花 樱花,就是吉野樱 我找了老友,才子陶杰 和他一起去日本 日韩台,樱花三角暖 这个名字改得好 多谢,多谢,童先生 真是很有才情 是否这样你便逼我来日本 和你走这条樱花小径 因为我自己觉得 东亚这三个地方 各有特色之余 这千多二千年 因因怨怨太多 打仗要打过很多次 互相交流 要交流了两千年 是 不过春天的时候 最有趣的是 日本、韩国和台湾 同一时间有一种花开片 就是樱花 樱花 樱花三角志 原来里面有一种共同品味 大家都喜欢上美的东西 樱花虽然发源于中国 华阳光大就是日本这儿 培养了最多的樱花品种 然后传到世界各地 现在你看到 其实华盛顿都有樱花 布拉格有樱花 连巴黎都有 当然种得最多 就是日本、韩国和台湾 这个世界向外输出 永远都是樱花 比一些有害的昆虫 人人都欢迎 又或者有毒食品 是吧 那韩平生你就要带我见识一下 不要这么说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我和才子陶杰的第一站 就是日本东北的山逆园 烏武寺公园 是由明治年代开始 遍殖樱花 现在已经有一千多棵 总共有二十多种樱花 包括吉野樱 还有树林超过一百多年的江户彼岸樱 樱花由初开到满开 只要短短十日 满开了两三日之后 就开始吹雪 我们今天运气实在太好了 樱吹雪的第一天 原来日本看樱花 不是看它盛开的时候 绝对不是 是看它开始落的时候 它叫樱吹雪 真是有意境 所以难怪有人说 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是樱花与劍 是 樱花就是对生死那种 看通看透 是学的透纤 而武士劍就是那种勇气和刚毅 因为日本民族 它们都是有一种思想 就是密哀的思想 万事万物直莫为乐 就是这些一场繁华 都是一场空来的 是落了之后才是永恒的 是 所以它们最喜欢的 不是抬头看樱花 是 而是低头看落樱 看樱吹雪 樱花的凄裂和武士的刚勇 就是好像中国的 完全吻合 阴阳两面 是 阴阳两面 是完全相配吻合 完全相合 因为樱花是一起开, 一起落 是, 这种樱花的精神 怪不得是令日本很看透生死 和团结和不畏死亡 是不怕死的 绝不耐弱 是吧 比如说它那些神风敢死队 是 每一次打仗是一架飞机 那样冲过去别人那里 是不怕死的 就是樱花这种精神 樱花就是武士道的精神 还有它的作家 例如《川端康城》 《三岛游己夫》 《三岛游己夫》 《戒川龙之戒》 这些是世界级的文豪 就算它写作很有成就 很有名利 但是都可以轻轻生命 你说是说 日本文学里面 最多的一种思绪 他一种情绪就是默哀 对于世间的事 看得很无常的思想 为什么日本人 连悲哀都在宁静之中 就是你看那些樱花落的时候 都是一片宁静 全都落下了 即使很多日本游客在这里 是没有人出声的 很多症的 是吧 所以这些就叫做 日本大和的 大和的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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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精致 那些各样都大惊小怪 嘩嘩嘩嘩 嘩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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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完全不同的境界 可能对日本人 就会有长期的误解 是 他们也不了解 所以你看到 日本那么多人看樱花 没有人去熬樱花树 都很静静地欣赏樱花树 不过日本政府听过都很大量 近年见到有外来的游客 不了解日本文化 但是一窝蜂走去看樱花 又熬樱花 他们开始实行 就是向以前南非的种族隔离 学了一些东西 就辟了一个樱花角 让那些人不停熬了 那些就是给一些特别的游客 那熬一下熬一下 其实都很贵成本 为什么它不索性 好像黄山的迎客虫 整个塑膠树 每年用草籽黏上去 让你容易熬一些 我们大埔都有一棵 是吗? 旅圆树都是熬的 都是熬的 都不会落隔离 很多东西上去都不会落 那棵树 是呀 那你每年用塑膠树 做一些厕纸 剁碎它 那你熬一下 那你又哼哼哼 那又拍到相 也不会双残 一个自然的生命 就双赢了 就是这样 何铭先生 这个这么好的主意 我看要靠你 靠日本政府提议 和你观光哥提议一下 有几款值得介绍 后面这一款 白色这一款 名字都很有意境 是 江户彼岸婴 此案和彼岸 其实是福教的说法 是 此案就是生 彼岸就是求胎 怪不得这个櫻花一开一落 是令日本人 体会到生死无常 无常 和生命的短暂 短暂 所以令到他的民族 非常团结 和不畏死亡 不怕死 绝对不会落药 他说死还是自己设福 是 日本有一个櫻花和歌 他的诗叫做 生命只不过是浮坏一场 直灭才是永恒 真是很高级的遁户 是一场享受 是吗 后面还有最多的这些就是吉野鹰 是 譬如说这些就是吉野鹰 我们看到最多的八成都是吉野鹰 是 吉野鹰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奈良 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就是刚刚好 今天三生修道 见到樱花吹雪的奇迹 原来是一定要自然飘落 就不可以由大妈 去呕 去呕 对于樱花 日本人特别认真 他们会详细记录 樱花开的状态和日子 分为初开 开三分 开五分 开八分 满开 和英吹雪 各馆是江湖时代秋田大名的武士丁 街道两旁 保留了很多十七世纪的武士居所 叫做武家屋夫 总共有八十间 现在开放的有十间 古色古香 所以叫做六澳小京都 武士属于上层的富裕阶层 每个武家屋夫外面 都种了很多的粉红枝随鹰 吸引了很多游客和闪发烧油 我都入乡随俗 换了一套武士和服 秋田圆 除了秋田美人出名之外 还有代表性的居民 一定就是秋田犬 这只秋田犬和这里的武家屋夫 都挺好渊源 它的名字叫做武家圆 秋田是日本的角犬 我们来到秋田圆 最好心看到这些可爱的秋田犬 最出名的秋田犬 当然是八千公 大家知道秋田犬最出名 是我们的主人家 它去火车站 主人家过了身后 它还每天去火车等它 等了十年那么久 是最中心的狗 我现在身处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武士之家 你看多大 四千多米的环境 其中一家武士叫做青柳家 就是它的家 当年是江湖时代 日本分了四个阶层 四个阶层就不可以跨越 皇族、大明、武士、平民 武士是第三阵阶层 第三阵阶层已经这么富有 一代传一代 他们就不会和明文结婚 武士当时的地位很高 青柳家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门庭阔大而气派 武士当然最重要就是它的兵器 这个兵器室展览了 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的 众多武士兵器 长的刀是用来打仗用的 这么短的刀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Harakiri Harakiri的英文字 其实是来自于日本字 切腹 切腹是打一个十字形 切开自己的腹部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这个文化就是武士道 独有的精神 为什么会在腹部打开十字呢 因为这个是最痛苦的一种死亡方法 当年在江湖时代 武府时代都是 切腹是没有事才可以做的 平民不可以切腹的 切腹是一个很严肃的仪式 当时他要在大明的庭园中间 铺一个沙石 然后上面放一些榻榻米 再铺一个红色的地毯在上面 然后等鹰吹雪的时候 自己切开腹部 很壮观而是一个凄米的活动 其实当时很多人觉得 切腹这个人就好像鹰吹雪 这样是一个很凄米 而是很壮观的一种行为 武士除了会用这些武士道 这些冷兵器之外 都会用到一些热兵器 当时在明朝的年代 由葡萄牙人和荷兰人 传入了火枪 然后有一次机会 明朝有机会和日本 封城秀吉打仗的时候 就开始用了火枪 而是当时封城秀吉赢了 而明朝输了 为什么呢 日本人学习能力很强 火枪第一时间传入到中国 是先去了广州 最后才去到日本的长期 但日本人后来才去到日本 他们很快就学习了 自己制造一些火枪 日式的火枪 而中国人是不时製造这些火枪的 说到武士 人家就想到 武士武士是否只只剩帽 其实不是的 我后面这位叫做小田野植帽 这个帽子之家的屋主 其实是文武相传的 他们把西洋的画法 引入了日本 后来令日本 学习了透视方法之后 对日本的医学有很大的贡献 除了这位武士之外 更加出名的武士对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 是哪些呢? 包括西乡龙性维生三杰之一 明治维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还有大家都懂的版本龙马 这些武士对于明治维生的成功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有八日的维生失败了 而日本的明治维生为什么这么成功呢? 因为这些武士都是文武相传的 他们不正式会打仗 全部都是读过书的 譬如我刚才说的西乡龙性 它原本是学朱子和孔子的 然后发觉原来中国那一套 不合现代法的社会 它才去外国学了西方的东西 才令整个日本开始了明治维生 每一年的春季 日本最多人参与它一个活动叫什么呢? 它叫做Tanami 花剑 大家就在这里找了一些草籽 铺在这里吃这些花剑的店当 大罗人 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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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族館有一条东北自然报道 是1934年为了纪念名人太子 即是现在的天皇诞生时候的櫻花名所 櫻花隧道下 河村的沿岸草地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 成千上万的花剑大军 河岸旁边的草地 坐满了情侣、一家大小、俘虏固有 好像整个秋田人都来了 花剑真是日本全民的大排队 每一年的春季 日本最多人参与的一个活动叫什么呢 叫做Hanami 花剑 花剑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樱花树下看到了 大家在这里找了草籽 铺在这里吃花剑的便当 花剑便当有什么呢 你看到有菜、有鱼、有虾 要Tempura 话说当年最出名的一个花剑活动 就是封城授吉开始的 它当时叫提湖花剑 它当时耗住了全国的大名和武士 去京都提湖子那里花剑 有几千人参加的 是当时最大的一个花剑活动 还有一个崇美芭蕉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日本的慈盛 它曾经写过一个牌举 就描写这个花剑活动 叫什么呢 树下肉丝菜汤上飘落櫻花发 就写花剑是很浪漫 很有思义的一种国民的活动 这里人山人海 我到围望一下 一件垃圾都没有 又没有垃圾桶在这里 原来所有日本人 都会把垃圾包好 带回家 分类维修 这个就是日本人的国民食 日本有一句言语 叫做花剑不如食糊子 糊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花剑糊子 大家看到 这个是江湖时期 已经有的花剑食物 是有三种颜色的 就是这个樱花 是粉红色 绿色代表的树叶 啡色是树干 就是把整棵樱花咬到头 甜甜的 最适合是什么呢 糯米的粉团 当甜品是好的 蜴花不止可以看 还可以带回家 女生就推介买这一只櫻花的啫喱 你看整朵櫻花在这里 男生会推介买这些櫻花树皮做的卡片盒 因为櫻花树皮有些很特别的花纹 你以为做卡片盒是很美观 而且很特别的 拉面就在香港吃得多了 是很多 日本拉面 明哥 你带我来山盈园 米泽市 日本本州东北 去吃拉面 请问这里有什么特别 因为这个是米泽拉面 它的汤底是这个 酱油底 拉面其实都是我们中国 传过去的 又是跟中国似的 一定是中国 原本正式的名字 第一间拉面店很新的 1910年 明治43年 它的名字叫什么 就不是叫拉面 叫做芝拿梭白 后来才改名叫拉面 周秀拿我就喜欢 观音拿都可以 迪拿我都已经一样 你一说到芝拿 我现在会面食不下 芝拿是好东西 还说好东西 芝拿其实原本是中性的一个名词 凡文里面 印度里面 印度一直叫中国 也是叫芝拿 我看过一本书在香港 卖到好行 叫来生不做中国人 我就说来生要做日本人 请问要做日本人有什么资格 日本日籍是很麻烦的 我已经戒了套壇 戒了去厕所蹲 随地不可以大小便 我已经养成手时的好习惯 和说话手信用 我已经自问做到了 君子 请问我来生做日本人 有什么条件 你要跟日本女生结婚 是 然后交税 好像郭富城那么英俊 不是 你这样的条件 没有人要的 才子大多人想嫁给你 还要住十年 除了交税之外 住了十年 是 生两个小孩 还要生两个 我会回去写一本书 叫什么名字 独习的来生黑做日本人 你黑一下 乒乓投胎 向炎罗黄求乞 他给我一个序话 我在这里 山营和米泽士投胎 吃一生 吃了这个 芝拿梭白 芝拿梭白 我就很开心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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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四季分明 春天除了櫻花盛开 同时 都是盛产蘑菇的时候 日本人不食不食 今次我们要后福了 我们今天吃什么 大家看看 这一只这么大的蘑菇 是自己种出来的 哇 这些很健康的食物 完全天然 我也是第一次吃蘑菇 陶先生 是 我们的早餐就在这里 这个森林里找到我们的早餐 就是说到这么多 秋田清芯和山芸 就是一种植物保护 你看这个森林 这种绿色 真是吸一口 人都变成神仙 吸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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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口 还有这些蘑菇 它是附层在脂肝上 可以窄的了 哇 很美味 是 是 民宿主人家田中先生 还教我们怎么种蘑菇 你要买这些 是 然后塞进洞里面 然后拿个锤子 盒 盒上去 其实这些种子 从种到生的蘑菇 需要一年时间 不过生长就很快 一两个星期 雨水多的话 就会长得很大 你看这些花纹多漂亮 曬干了就是 用来香港 日本冬菇 是 这些冬菇 是广东人说 用来煲汤 是 用什么杞子 等等 不过 日本中西合璧 什么都要新鲜 什么都要新鲜 不要搞那么多麻烦东西 回到去就这样煲一煲 吃或者 找些 芝士 知道你们从香港来 是比日英哥本质 所以 加些西方风味 芝士 是吧 最天然的食物 在厨房里忙着的这一位 就是民宿主人家 田中太太 她一早起床 就帮我们准备了 丰富的早餐 来 我们停留下了好水 我没试过这条棗 可以在这里自己煎 自己种的蘑菇 当然不是我种的 就是这个 自己种的蘑菇 我们主要做的是吃粥 或者吃西餐 你试过主要做的就知道蘑菇像是吃大餐的样子 日式早餐其实跟我们在香港吃很不同 他们一定是吃饭的 是 是 主要做的是大碗饭 除了烧鱼之外就是这些辣豆 辣豆你拿出来辣多就是法国烤的豆 其实有些香港人叫它鼻涕 因为在施多里是很有益的 它帮助消化 早上一定要吃辣多 辣多就混合饭吃 看上去的样子就一样 但非常有营养 今天有一份报纸 听过你做了一名人 没没没 努力送 山形新闻 这是百多年一百四十年历史的报纸 他就说了山形院有魅力 然后吸引到香港的朋友来这里 拍这个鹰吹雪 就是樱花落的时候的鹰吹雪 证明这里东北地区开始多了游客来 希望我们这次的节目 可以带多一些香港的游客 来这个山形院看樱花 这些新闻呢 康明生穿着一件和服 很有气质地站在那些烟花树下面 又没有曹圈八糟 又没有摇那棵烟花树 很乖的我们 是香港亲善大使 希望做到 多几个你们这些人 和杜先生这些才子 你这个山形院 我那些是跟着学习 搬到厅边 多几个好像杭明生大哥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整个东北都会太平很多 我们希望多些香港朋友 可以来东北玩 是是 好 吃东西 这个蘑菇蝦多漂亮 上面还铺了一阵芝士 好香 嗯 我没想到吃这个芝士蘑菇 芝士烧蘑菇 这一餐很丰富 这一集 我尝试用一粒米出发 去探索中日两国 二千多年来的恩怨情绪 日本本身没有种米的习惯 到后来中国米来了 它就种 谁知道一种到现在 日本米就变成了很多 香港人 是 最向往的 美米 春天的时候看到什么 大家看到了 前面这一辣 全部都是樱花 你看到已经成粉色的一片樱花了 你看到已经成粉色的一片樱花了 它的摄影 将它们那种种种的美态 就捕捉了下去 去旅行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买很多东西 像我这样 如果行李超重会怎么办呢 最好之前在网上买定 一个超重的费用 便宜过在机场 现场买很多 我会觉得是樱花了 好多久 再来到这一切 我会给大家看 看到我们的家里面 他们一起看 都会有关注 我们在家里面 不同的家里面 我们会有关注 我们在家里面